好 我們請林次長 江委員好 那個次長好 我想有關於管限 其實在民眾來講的話 基本上因為營建署也在你們這邊 消防署也在你們這邊 警政署也在這邊 所以呢 其實災害防救法 目前由你們主政是沒有錯 那我承襲剛剛陳委員所提的這個部分 因為剛剛陳委員一直在提出 為什麼中央跟地方不能夠一條邊 不能夠幹嘛的 但是事實上 台灣不大 但是還真的沒有辦法一條邊 對不對 因為中央大概都只能夠有預算 中央只能夠有錢 而且錢到了地方之後 地方有沒有辦法充分執行 有時候你們還沒辦法監督到 因為他們還有個別的監督單位 就他們的議會 他們的民意機構 然後再者呢 每一個首長 老實講 沒辦法就是事情 不見棺材不掉淚 所以基本上其實以前啊 我還記得早期我在國民大會的時候 包括警政署 包括消防署啊 早就希望在憲法位階當中 就是要讓他一條邊 可是誰出來反對 就是地方出來反對嘛 他說那你如果一條邊 然後我中央的人事權 我中央的預算 我就沒有辦法去給你了啊 尤其是人事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包括消防署也好 包括警政署啊 這種救命的單位啊 每一次啊 都還要看地方首長的臉色 才能夠 才能夠布建人力 還有 每個縣市其實啊 跨區啊 有時候呢 怎麼樣去掉撥 比如說你 這個雲梯車就好了 能夠就22樓以上的雲梯車 全國有幾步 還是每個縣市要幾步 還是每個鄉鎮要幾步 其實這種防災救災不是這樣做的嘛 對不對 照理說應該一條邊嘛 你贊成嗎 報告委員 因為有關我們消防人員 是不是要一條邊的話 其實內政部消防署 對這個議題都討論很久 可是因為包括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就認為因為我們目前 一條邊的是警政 人事 會計 政風 他們都有專屬的人事的法律 你們現在光光警政一條邊 警政現在也不叫一條邊耶 是一條邊嗎 市長 你老實講是一條邊嗎 我們還是有專屬的人事的 但是基本上你人就是要把他到 這個各個縣市去 你們一樣要看人家臉色嘛 每一次都會遇到 尤其新的首長上來 不管哪一個政黨 都想主導這個人事嘛 這是事實 這是現象啊 我們會多溝通協調 但是法定的權限還是我們沒有問題 法定的權限指在這個人事嘛 但是我們所謂的一條邊 不是只有一顆人而已 是你整個建制 整個配置的問題耶 對不對 對 因為包括委員就以警政而言的話 我們有所謂的警察 有所謂的警政事務 我想我們今天不談警政 我們今天談 因為今天談救災嘛 應該談消防嘛 對 消防的部分 我們也是有中央跟地方的權限 所以基本上現在高級的救災人力 都是在地方嘛 你中央有什麼 沒有啊 國際救災總隊也不在你們這邊啊 都不在嘛 我們有特收隊 還有跟港務消防隊 對啊 你們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都在地方嘛 全部都在地方嘛 你今天重視高雄發生這麼嚴重的 屏溪的氣爆 老實講 你們的消防人員也是屠夫婦婦啊 否則也不會死那麼多高級幹部啊 是不是 而且光光這樣子的一個氣體的辨識 都還要靠環保署 靠當地的環保局 這個才叫做沒有一條邊啊 沒有辦法一條邊 是不是 但是就問題說 跨業務當中啊 怎麼樣有一個主政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的 經濟部說 現在大家沒有發生過 現在發生了之後 行政院就指明了 就是你經濟部主政嘛 對不對 好 那對不起 那我現在就請經濟部工業局來 來 請副局長 江偉 你好 那你們現在這一塊是怎樣 因為你們現在石化產業不是只有在高雄啊 還有幾個區域還是有啊 那這個部分你們的觀光管線這個部分 你們現在到底光光這樣子的一個地圖 在地底下的東西 譬如說以前在板橋就是了 一條挖下去 一條路挖下去 天啊 本來工程只要兩年的 為了一個挖下去之後不得了了 這個工程可能要延宕變成五年 十年都做不好 現在這種現象很多嘛 對不對 何況這種危險的石化管線 還有危險的瓦斯管線 油線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你們真的完全掌握 我看你們這個報告當中說 這個內政部說他們現在共同管鉤的部分 大概多少多少 可是共同管鉤裡面根本不包括 這些所謂的危險管線啊 跟委員報告 那個管線的部分呢 像石油 有石油 石油法 然後天然氣事業這兩個油氣的部分 都有能源 這個部分都在你們經濟部的主政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有法令就直接規範 然後一些事情細則定期要去做報告 好 現在問題就發生了 前端的監督取締跟管理這一塊 老實講大家都想啊 哎呀那個那個沒有腐蝕性啊 對不對 秉吸這種氣體啊 氣體沒有什麼腐蝕性啊 所以這個管線應該不會怎樣啊 哪裡知道還是出了問題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地下管線的部分 過去這個規範上比較沒有那麼周延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修訂工廠管理輔導法 那你們像自來水咧也一樣啊 自來水看來也沒有腐蝕性啊 可是現在缺水的正嚴重啊 為什麼 因為漏水的絕對比你能夠取水的量更大嘛 對不對 那你們在這個時候 譬如說在這個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去整理你的水庫 水庫的單位可能管的單位可能又不是你們 對 水庫應該在水利署 然後自來水公司他有做一些茶肉 但是因為工業局這一塊就沒有 對啊 但是也是在你們經濟部 你今天代表的不是只有你工業局 應該是你們整個經濟部派你做代表來吧 是 否則你起碼要次長以上來吧 對 所以委員的意見我會帶回去 跟這個單位來做 所以你這種所謂的管線管勾的部分 我們以前認為說反正埋在地底下 眼不見為盡 現在發現不管你是危險的管勾 或者是這種民生用的管勾 其實都出問題嘛 都出問題啊 瓦斯也出了好幾次的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要做更多的加強的管理 沒有 我要問的是你加強的管理 其實已經不足以加強的管理 因為看得下來已經不是加強的管理 基本上台灣在這邊建置這些管勾啊 已經都超過 已經都超過多少年了 你如果從民國三十幾年到現在的話 現在已經幾年了 你這台水管線如果從日據時代算到現在 可能那個管線都百年以上了 都沒有抽換嘛 所以我們有沒有這樣抽 我昨天還被一個長輩劈頭就罵 你做立法委都沒有效啦 我幫你檢查啦 沒有一個立法委你把我們顧死命啦 管線都沒有完啦 都用消毒水給我們吃啦 不管我們這樣都死聰聰聰啦 我真的當面被生命啊 真的啊 所以管線現在已經不是你們講的什麼 維護啦 維修啦 管理或什麼 而是說 我記得其實在十幾年前 我們就不斷的在提管線 你要開始編列預算 自來水公司也是隸屬你們經濟部嗎 是 各位包括今天國營會也有在場 國營會還是你們經濟部在管不是嗎 對 所以會去 所以你看人家你喊了十幾年二十年了 你們一樣對這個所謂的抽換管線 只有台北市因為賣最大賺錢 所以他們現在很嚇人 說我們就換管線的已經高達六成七成了 每次我看到那個廣告啊 在殯儀館裡面我看了我就氣就火 對不對 賣水給我們鄰近的鄉鎮市在賺錢 然後就換你們台北市的水管 然後現在告訴我說那邊可以生飲 然後百姓還不屑於說我還是不敢喝 我只能講一句話在什麼進戶嘛 不管是中央地方也好 這什麼政府嘛 對不對 我們光在講說自來水 你省的自來水跟你 跟那個所謂的台北市的自來水公司 奇怪 同樣是水 那都是科公務人員的 考試院的考試進去的 就是不能夠整合 不能夠整病 這是什麼世界 這是什麼禁戶 是不是 所以你看光光一個管線的問題有多少 有多少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不好意思 市長 我請教你 我們現在是不是很多重劃區 很多區段徵收之後 都要做公共建設對不對 也沒有先做公共廣告啊 也沒有啊 我們營建法規裡面 不能夠這樣先做嗎 每一次先公共設施開發 結果都建商來蓋房之後 再一切從頭 水港也不通 管線也不可以共同管勾 你說以前的老城的管線有就算了 沒有辦法共同管勾就算了 你現在新的徵收了土地之後 你們做的這些一樣都是做皮毛啊 那個叫做什麼 重複開發重複處置 然後最後的結果民眾就在罵 你們都會跟他講 我們徵收你們土地要先做公共設施 要錢 所以我們必須只能夠幾%發給你們 我們政府要幫你把錢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公共建設 可是這些建設後來呢 真的到了開發 五年後十年後開發一切重來 報告委員 因為像我們內政部直接開發了淡海新市政 我們就有做共同管道 但是如果是因為我們內政部 對於地方政府辦理的各種開發案的話 其實在法規上就有講說 像區段徵收 像市地重劃 都應該要優先建立共同管道 都沒有啊 可是因為我們內政部 不要說共同管道啦 你連基本上的水溝啦 我講的啦 都是真的要用到的時候 都要頂樓啦 跨度也不夠 穿度也不夠 你們應該都知道這現象嘛 這個部分如果 不要講什麼連草皮齁 連草皮你起碼 起碼這個共同的灑水線都可以做嘛 這樣才有整個綠化環保的這種所謂 你們沒有幫這些開發區 先做好綠建築的基礎 當然你永遠政府要怎麼推綠建築 環保署都做白工的 因為環保署都已經到最後了 已經到最後了 他們就不斷的獎勵 不斷的獎勵 不斷的給錢 我們其實綠建築是內政部有積極在推 也就是說所有公共工程的話 除了有哪一些是沒有建築物的以外的話 我們都有規定說 我的意思是說你們根本一個所謂的時候 你們就要開始做這種基礎了 包括排水包括污水包括所有的公共共同管沟 所以這個部分你說要這麼問 你不是只有這危險管沟的問題 現在全台灣的地底下根本全部都是問題 越是都會發展的地區更嚴重 那基本上對於即將開發的 你們起碼去面對嘛 你們已經譬如說 人家那種城市已經四五十萬人 一條線下去 不要說只是歐一條路的管線就不得了了 對不對 那你起碼對於將開發的 你們要做嚴格的去控管嘛 而且民建法規既然有這樣的法律 你們就放任地方政府 所以再講嘛 怎麼樣事權統一你告訴我 總共現在基本不是一個小兒沒 根本就小兒天天被罵 沒錢沒錢 什麼都沒有 就拿著一個法令在那邊也沒有用 因為一個人一個號 各吹各的掉 各縣市政府依他的寬延鬆緊 自己在處理 根本你們管不了啊 不是嗎 報告委員 我們幾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我們在審查這些 市地重劃或者區段徵收計畫的時候 對於他公共設施的劃設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個相當的 我請教你嘛 如果市政府或者是 當地的縣市政府開發商 如果做了那些公共設施 做的不好 你們根本沒得去檢查 是誰檢查 那是地方政府 校長 警長 警長 都地方政府嘛 所以這個就是疏漏嘛 你要他 法律上也這樣規定他 但是 沒有管理單位啊 沒有處置單位啊 我要提醒你們的是 今天主席安排這個題目其實可以很大 可以很大 不是只有所謂的氣爆的管構 因為從那個管線問題 我們要告訴你 台灣整個地底下的管線 其實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而幾乎多數的管線管道 都在你們內政部的管轄 都在經濟部 都在環保署的污水管 如果這個部分不能夠來做 我知道你們全責沒有辦法統一 但起碼跨部會之間 怎麼樣來做一個處置 這個是民眾希望的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文職長 謝謝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臨時提案 好